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这两天特别热议的一个话题 兴奋剂 从奥运会上面 因为中国的游泳取得的成绩 还有怎么样 一些兴奋剂 风口浪尖的是一种药 叫做这个 这里 Trimatazin 中国翻译叫取美他琴 我不知道为什么叫取美他琴 也许是异音 好像是异音的意思 Trimatazin 所有的其实 兴奋剂 有人说兴奋剂 为什么 有人专门研究兴奋剂 有人研究兴奋剂 其实这个药 按照它的本质来讲 这是治一种胸痛的 心脏方面的药 但是因为它有一定的 其他的作用 就在竞技体育中 如果使用的话 就被当作了兴奋剂 所有的 虽然说是兴奋剂 但是很多的 其实当初 本来就是用于 起到治病的药物 治某些病 比方说 这边讲的 Stimulants 像是 治 叫什么 叫多弄症的一些料 就是以前 追谱里面 横步精二 给吃那种药 好像就是 这边叫做 Stimulants 但是它有一定的 让你 精神 亢奋的作用 集中的作用 所以说 如果用在 经济体育上中 就被当作了兴奋剂 肯定是禁药的 在经济体育当中 还有一些其他的 什么肋骨醇的一些 其实都可以当作 治病的药物 但是 还是根据它的 用的目的不同 都被当作了 什么兴奋剂 按照药的本身来讲 它还是药 还有一个 从那个字面上理解 如果 英文中 你说这个 Take drugs Drug Drug呢 其实有很多的意思 本意呢 其实就是药 药是治病的 大家来讲 药 一听药 就治病药 但是呢 如果你跟 给某人说 这个人Take drugs 你知道 它不是吃 治病的药 它是什么 就是用这个 毒品一类的 所以说呢 就是从这个 约定俗成的 或者一些 特定的场合 这个Drug 这个词呢 会有不同的含义 不同的含义 可以叫做兴奋剂 你用在 不同的地方 如果经济体育上面 这本来的药呢 像这个 Tramatazin 就当成了兴奋剂了 但是呢 它本身还是一种 治病的药物 回到正题 先说一说 这个 Tramatazin 这个药呢 其实是在 欧洲的 还是法国 出生产的 好像是 美国这边呢 没有 美国这边 没有这个药 这个 所以说呢 中国啊 是个 比较好的地方 吸取了 这个各家之常 有自己的 传统的 神奇的 这个 无病不治的 这个 中医 还有这个 西医 中西医 相结合 西医呢 就是说 不仅有这个 自己研发的药 还有这个 欧洲那边的药 还有美国这边的药 博取 众家之常 所以说呢 是个非常好的地方 是个 人节地零的地方 中国 一直就是这样 这个 大伙都 怎么说呢 有些偏见啊 其实对我来讲 确实是个好地方 虽然说 大家这个食品安全 什么各方面啊 有还这个油里 有没油 有什么 食品有致癌物啊 但是呢 不妨碍 我们这个 国家现在 一直发展 而且呢 人均寿命啊 已经超过了 这个美利国这边 不服不行 对吧 anyway 回到正题啊 Tramatazin 先说一说呢 所有的 现在这边 西方的药物啊 西方药物啊 所有的药物 其实呢 都是这个 合成的 基本上合成药物 或者是提取的啊 提取的 比方说 这个steroide steroide一般 现在都是合成的 synthetic 没有人在用 从猪身上提取的 但是有没有呢 还有啊 有一些natural 比如说这个natural thyroid 有些医生要开 因为呢 有些病人需要这种啊 这种这个自然的 提取的这个 这种 当做药物而用的 东西啊 物质 所以说呢 但是呢 这个traumatazin 就是一种 synthetic 合成的药物 所以说呢 药物的命名啊 这边啊 药物的命名 其实呢 它一般有两个名字啊 一般就是 一个是brand name 就是说呢 它的原厂的名字 就是商标的名字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generic generic呢 名字呢 我们一般 中国翻译generic 就是说 仿制药 其实呢 这边呢 generic呢 不是仿制药的意思啊 就是generic 就是generic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 但是呢 generic的命名啊 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啊 大部分啊 它是按照这个 药的这个 化学的结构啊 化学的结构 来命名的啊 比方这个啊 也是这trimatazin 指一下 trimatazin 以为tri啊 tri 英文里面呢 就是这个 三个的意思啊 met meto 又是例子 meto OK either right zadin 你肯定是有什么东西 amine something 所以说 你看这个化学方式 化学结构啊 大家正好看一看 兴趣啊 看看 因为我提取的兴趣啊 就是发生一定的兴趣啊 就想啊 看一看 果然你看 trimatazin 它名字在这里啊 在这里啊 where is it 这里啊 right here see right here 这里 这里 right 这么一二三四啊 就是命名啊 trimethox trimethox oxy OK trimethoxy OK phenol OK meto OK something like that right 所以说呢 你看啊 这里 meto 以后metho 啊 就是氧气 啊 O O O 啊 这三个啊 trimetal啊 然后什么 pipazinamine 这不有名字吗 啊 aromaticamine 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五边形啊 就这五 六边形 二三四 六边形 就是这个啊 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具体的文集不太轻了 有机化学啊 这个 当时学的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必须要学啊 但是呢 有些东西啊 就饭吃 大部分都就饭吃 但是呢 根据这个 想用的时候呢 还能找着一些 这个当时的 蛛丝马迹啊 trimethoxy final ok some of that alright 简单的说一说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如果你是学有机化学的 还记得特别清楚的话 哎 很明显啊 你可以从这上面搞 找出它这个 结构和名字之间啊 和这个名字之间的联系啊 这里就 简单的说一说啊 比较好玩啊 有兴趣 anyway 啊 还是啊 回到正题 从那个 药品的本身啊 它的功能作用啊 它是 其实呢 是治这个 胸痛的一种药啊 回到我这个 我觉得一个 我这个 专业软件啊 Drogdex 看 因为在美国这边没有嘛 所以说啊 你去找FDA 你去找FDA use 那没有啊 这框里没有 所以只能找 non-FDA use right agina pectoris agina 就是胸痛的意思 不是 不是agina agina 然后可以去这个 Cardiac dysrhythmia 就是这个心跳不齐啊 也可以治 Cardial artery bypass graph 如果你有一些这个CABG 做这个心血管 这个什么大桥手术啊 也可以用这个药啊 然后呢 Generalized Ischemic Myocardial dysfunction 就是说Ischemic OK Ischemic就是 缺氧啊 血液到这个 这个心脏啊 不足 缺氧 缺血啊 因为那个氧气 是跟着血液走的啊 就血液的功能 就是带着各种氧料 还有氧气啊 到身体各个部分 如果是Ischemic的话 就是你就 供血不足啊 氧气不足 来 这是呢 还有一种啊 这也是这个 做这个Cardial artery手术的 这种啊 Ischemic Plastics Annual All right 其中呢 要看一看细节啊 他说呢 他这个呢 是这个 嗯 我记得 他是应该是 治这个 主要是治这个 主要是治这个 stable agenda OK 找一找 Placing therapy 看一个 这里没有 Right 他说呢 在这个心痛里面呢 这个药呢 他提供了一个 特别的啊 功能 就是说这个 一般的药物不同啊 他可以提供 他一些 就是其他的 这个 这个 有 minimum啊 Toxicity啊 这毒性特别小啊 毒性特别小 但是功能特别好啊 主要是这个意思 Right 嗯 而且呢 他说用的 一般的用的 嗯 但是呢 他说 但是这个药呢 没有经过特殊的 就是长期的 啊 Evaluation啊 的研究 证明还不太 还不太成熟 啊 不太成熟 啊 然后他说 像是 Nephetypine啊 Nephetypine 其实也是一种 这个 Calsium channel blocker 啊 在美国是 常用的一种心脏药物啊 他说呢 这个药呢 其实呢 没有对对比啊 Calsium channel blocker Nephetypine 有更好的作用啊 有什么优势啊 这里啊 Chronic Stable Agina OK 这个药呢 其实只要主要是用这个Stable Agina 不是Unstable Agina一般有Stable和Unstable Stable呢 就是说比较好 就是比较轻的一种 怎么讲呢 就是说 它可以说有一定的触发的原因啊 而且还比较好控制啊 还比较好控制 Unstable呢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会有这个胸痛啊 而且也不太好控制啊 这种药呢 其实就是对这个Stable Agina 有一定的作用 据他讲啊 Right 他说 May also Tramatitis may also have a role Tremant ischemic cardiomyopathy 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血管 心血管 这个缺氧 这种情况 Right 在这个 在这个心脏手术的时候 Heart surgery里面 他会用 然后呢 咱再看一看这个 咱再看一看这个主要的东西 咱看一看什么主要 主要东西就是说 看看 有什么副作用啊 看有没有comparable 和其他的药品做比较 看呀 这有一个作品比较 最常用的美国这边呢 其实是这个 对心脏药物 就是beta blockers啊 Metoprolol 是一个非常常用的 他说这些 Stable Agina Right 看这比较怎么样啊 就是这个 ManoTherapy,ExerciseTestDuration,TotalWork that was significantly greater 他说根据这个来讲 对于StableAgent来讲 服用这两种药一起 就是Metoprolol再加上Therapy这个作用 比单幅Metoprolol要好 还有刚才我说过了 刚才说过了没有明显的差异 没有明显的优势 这人就不说了 还有一种Proparendal 也是一种BetaBlocker 人就不看了 然后看一看有什么 副作用 副作用有什么 看看 这说是mechanism of action 它是一个怎么作用 这里有 是干什么用的 我说这个药 其实是anti-ischemic agent 不同于BetaBlocker agent 不同于 像我刚才说 或者Nitrate 或者咱们说 这个硝酸甘油这系列的 这种 或者Calcine channel blocker 像是Nifedipin Amylodipin 还有刚才说的BetaBlocker Metoprolopropanil 这种它是作用不同 它说 这里 第二条B 它说 Anti-ischemic and cardioprotective properties occur at cellular level cellular level 就是说在这个细胞的基础上 怎么讲呢 我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BetaBlocker也好 拿BetaBlocker做简单的比喻 BetaBlocker其实是通过增加心脏的力量 给供血来改善 你比如说你血不够 血不够 多动一下 怎么样 它以功能性的 来作用 或者Calcine channel blocker 它有一种扩充血管的作用 血管扩张一点 扩张一点 然后它的血液过来就多 以这种作用 但是这个药是在cellular 以细胞的基础上 更为就是说 基本在基础上面 不是在这个 比方说这个零件 一种零件 或者一种车的功能来讲 比如说这车的功能 我跑得不快 跑得不快的话 我说这个跑得不快的话 我给这车加一些油的方面 加汽油的时候 我加一些好的汽油 比方说在跑车 跑车一定要加某一种 特别高级的那种汽油才行 但是我说 我想让这个跑车跑得更快 我不加这个好汽油方面 怎么讲呢 我把它里面这个零件的性能 提高一下 让它跑得更快 其实这个药 就是从零件的方面来讲 这么讲 从底层的cellular 细胞上面来讲 给你提高它的细胞的功能 这么来比喻 就比较清楚了 比较清楚 然后呢 咱们看一看有什么毒副作用 就是说安全不安全 一直说 试药都 试药三分毒 这个 都有它的副作用 但是呢 还是 在它的 臂和利之间 做一个取舍 这里有 没有什么重要的 没有什么重要的 它对这个 对这个肠道 有一些 有些影响 其他问题不大 主要咱看 blackbox 就特别重要 没有 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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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又找了一个 找些中文的 这是从我们专业的 我们这边 特别是我 用这个东西 然后呢 有中文的 咱再看看中文的 这个应该比较清楚 他说 这有一个 全美它其实是兴奋剂 为何医生还让冠心病患者服用 专家讲 中国有个不信的专家 看看怎么写的 我也没看过 没看过标题 看看写什么 既然是兴奋剂 不是加重心脏病 所以说 这里有看见了吗 这里有 虽然被列入了 肌肉性 但是对体育来讲 对吧 但是它是这种 治疗心脏 冠心病的药物 因为它提高运动表现作用 所以才被列入禁品 但是对于心脚痛患者 中国这个 叫心脚痛 心脚痛患者来说 使用得当 这是减轻病痛 我们说 跟你用东西的目的不同 它的名字也不同 对吧 有个好的名字 它本来的名字是这个 但是一用在了歪道上面 就有一个不好的名字 对吧 这里看下 曲面塌秦是个什么药 曲面塌秦通过保护细胞 在缺氧或缺血情况下 能量代谢阻止细胞内ATP水平下降 从此保证了离子泵的正常功能和 透膜钠 甲流的正常运转 维持细胞内环境的稳定 就刚才所讲的 在它的零部件 底层 做一些改善 来改善你心脏的 或者身体的供血的问题 供养的问题 这里都有 所以说 现在网络就是好 什么都能查到 它可以用在和阿斯特林 在一起用 挺好 你看 能增加灌脉血流储备 改善缺血和缺血情况下的能量代谢 达到控制性脚痛的作用 美国这边 我刚才说了 一般就是beta blocker 或者常用的nitrate 对于这个旋韵耳鸣 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 我刚才说了 好 我说了没有 就是一般 刚才药品比较的方面 我看了一眼 也许没有讲 就是它 一般就是三个月 没有长期使用 这里有哪些人适合使用 曲免他心 就是当我们面对心脚痛发作时 谁想到消磋甘油 这个如果 如果这些药物 以及 如果 如果其他这些药 你如果不太有效的话 你可以加这个 他说 这是冠心病治疗的补充药物 我刚才这个 这个对比药也说了 它跟这个beta blocker一起使的话 作用 比用beta blocker自己要用要好 要用要好 副作用 刚才尝到的 我说过了 帕金森 这种 听药物和恢复 这里 是控制心脏病 这个虽然曲面塌性 一倍率有了兴奋剂 但是只有大 尽量使用 才是兴奋剂 所以说 为什么运动员用使这个呢 其实呢 还是啊 就是它确实啊 增加了你那个 心脏的 泵血和供氧 对心脏那个 你具体运动的话啊 是有一定的帮助啊 所以说呢 你只要啊 用了额外的东西 对你这个 竞技的方面 这个体能也好 成绩方面呢 有提高的作用的话呢 那肯定就会列为 兴奋剂了 对不对 有人说那个 那我吃饭吃多了 不吃饭时候 这个状态不好 吃饭多了 吃饭也会量成兴奋剂 那不行啊 因为那个 那不是 你吃的米饭也好 什么也好啊 或者是这个 含买油的油也好啊 它是这个 按照食品范畴里面的 不是药品范畴里面 你只有是 这个被列为 这个有药用作用的东西啊 你用在不同的地方 像这种体育里面 才能成为兴奋剂 对吧 是这个意思 有人喜欢抬杠 然后呢 我找了一下啊 就是说美国这边啊 为什么啊 没有把这个药 这个没有 没有这种药啊 没有这种药啊 查一下拆GPT啊 现在这个人工智能 特别方便 什么都能查到 也有中文版 英文版 一些出英文版 这个说啊 美国为什么没有这个 一个啊 就是说 没有这个 clinical evidence啊 没有足够的 临床的证明 证明 对他来讲啊 刚才我说了这个 他说 这个还是啊 深入的研究啊 并没有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医療 还有呢 就是alternative treatment啊 这边呢 在US market这边呢 一般来讲 用nitrid beta blockers啊 或者 calcium channel blockers 这些药呢 对这个新 Edge呢 新脚痛呢 已经有很大的帮助了啊 这个药呢 刚才在中文那里也说了啊 是个辅助药物 有不有它 其实没有太大的 区别 所以说呢 美国这边呢 呃 这个 这个批准药啊 有一个考虑啊 考量就是说什么呢 是不是和其他药比 有你独特的 或者更高的疗效啊 它是一个呃 它是一个必备的条件之一啊 这个药得不到批准啊 所以说呢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说呢 美国这边没有 还有呢 就是safety啊 就是安全 一直说啊 所有药品啊 所有药品啊 第一要保证安全 保证安全啊 但是呢 所以说呢 对这个 它的这个安全方面啊 还是不足啊 这个评估不足啊 评估不足 还有呢 最后就是regulatory 就是market啊 就是说市场啊 你不能说这个 本来这个市场上这些药 你没有必要 这个药对 呃 性脚痛来讲啊 或其他的这个心血管方面的 这些 没有特殊的 独到的 它的作用的话啊 你把它这个 又添了一种药啊 就是说对市场本身来讲啊 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所以说呢 它就没有必要 在这个 把这药啊 批准 或者是引进过来啊 就是这个解释 然后你看看那个中文这边啊 这种不同啊 哎 差不多啊 翻译 不是翻译 我查的是中文 先打英文 看怎么答 然后我打个中文啊 看怎么答 就是说看什么区别吗 这样可以对比一下 有时候这个AI也挺聪明啊 那个你语言不同 它给你的这个答案也不同 首先也是啊 临床证据不足啊 然后已有 治疗方案 它不是什么新药 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安全问题 可能说过了 对吧 市场和监管因素啊 这么 C 这个因治疗公司 利益 监管 事先等因素影响 有时即使某药物在其他国家安全 可能由于这些广泛的考虑 美国也不会追求该药的批准啊 这就是它的这个 Triometasin 在美国没有获得批准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呢 来回到最后的这个说啊 最后的这个正题啊 大家那个通过这个啊 也对这个药物有个了解 也我也是啊 这个随时啊 学习新东西啊 虽然在这边没有这个药 但是呢 有多了一个 对这个 像是这个心脚痛 Atena这方面的这个 药物的认识啊 因为它是从这个cellular 这个方面来 对这个 性脚痛啊 来下手 做一个治疗的 或者辅助治疗的作用 或者辅助治疗的作用 按照一般人来讲啊 如果我不知道中国那边 这个药是不是要处方啊 如果是不要处方的话呢 其实呢 你如果不愿意服其他的药物的话 你在运动的时候呢 你也不参加比赛的话呢 是有一定作用的 就说到这个药物的作用 我没有的作用